以前我们最早的公司 然后我们是分棒棒糖跟 黑色惠妹妹 那时候老板 Andy哥 Andy哥很严格 他说了一个 你们不能谈恋爱 就是一个敬爱力嘛 敬爱力是非常严格的哦 你们不能谈恋爱 任何都不可以 你们只能一起工作 可是我们那时候朝夕相处 谁受得了 我们可以啊 有很多人会受得了 好 我受不了 所以你当时 我真的不小心踩了一条线 我就是喜欢的一个妹妹 鬼鬼 不是鬼鬼 瑶瑶 瑶瑶 丫头 不是丫头 大牙 不是大牙 张子婷 黄静怡 看她的表情 表情有变化 你一个个念名字 黄静怡 张子婷 张子婷 这些人猜不到的 他们的 我们是绝对想不到这个人的 反正我就是踩了那个 敬爱力的那条线了 然后是我 只有我自己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一群兄弟在唱歌 唱得正开心的时候老板打来了 钟好球 你在哪儿 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谁谁在怎么样 然后我说怎么了 安迪哥 你现在在哪儿 我说我跟兄弟在唱KTV啊 哪一间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说 我十分钟到 然后就挂电话 这么凶啊 然后呢 我就很紧张 我马上冲去包厂外面 然后打电话给那个女主 我就说 你有没有跟安迪哥说 还是你有跟任何一个妹妹说 这个事情传出去了 他用一个语气跟我说 很坚定哦 没有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啊 而且我们一起发誓过了 不能说出去哦 发誓过了 对 我兄弟还在很开心地唱歌 狂欢嘛 只有我一个人很慌张 因为他说他十分钟就到 果然十分钟 一到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我老板这么凶 就那一天 他一手把一个人正在唱歌 抢过来 拿着麦 很凶的语气 抓拳 你再说一次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 谁谁谁怎么样 哇 人在说谎的时候 你就会慌了你知道吗 所以当下我就 拿了一件外套 可是我又要否认 我就 我没有 他说 他都跟我说了 然后我拿下来就说 真的假的 你真的干这种事情 我 我要封杀你 我再也不让你上棒棒堂节目 即使你是班长 然后我还向他说 没有 这个节目没有我 你录不下去了 后来我有一个兄弟 叫阿伟嘛 也是棒棒堂的 他说 不要跟他开玩笑 你真的会被 然后他说 一二三一起假哭 然后我们就一起 因为这个假哭 我没有被 而且他也封杀不了我 我真的一级 棒棒堂没拉笑 更厉害的是 我起了这个带头作用 所有棒棒堂的弟弟 跟妹妹都开始谈恋爱了 哇 打招呼 打招呼 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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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